民进党正式提名赖清德为总统参选人 明天将会在台南进行信赖后援会的成立大会 而国民党目前还没有定案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昨天一度松口 指出目前的态势明显就是侯友宜 但是下午又改口说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是考量人选 推广自行车友善其神 新北市长侯友宜十三号会见世界自行车发起人 对于党内话题围绕二零二四总统大选 国民党团总召曾名中点名 最强母鸡是侯友宜 建议党中央尽快征召 党民主长黄建廷十三号上午一度松口 目前党内态势明显就是侯友宜 但下午又改口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是考量人选 我会全力的关注 竭尽所难为这块土地做最大的贡献 党有他的一个节奏跟规划 我们一切尊重党的规划 大家团结一心 共同面对 在这个阶段绝对不要非谁不投 非谁不投 不管国民党最后提名的是侯市长或者是郭董事长 我们都要能够团结一致才有可能胜选 侯友宜表示面对严苛挑战都会全力以赴 对于新北市蓝营议员有意将总职群从六月提前到四月底 驻侯友宜赶上五月征召 侯友宜回应尊重议程安排 以赴日参访的郭台铭则在脸书po出 台日共同建立完整的产业技术创新人才中心 并喊话由他来让台湾经济前进 展现参选的企图心 副总统赖清德正式被提名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第一个公务行程视察桃园医院新屋分院 关心复健的病患 获得民众力挺 现场动算声不断 赖清德强调中央和地方要合作 针对贫乡医疗 人口老化等问题 推出政策解决 确定总统人选后民进党启动选战模式 新赖后援会十五号将在台南举行成立大会 赖清德十六号则会亲自出席宜兰厂 地方陆战组织陆续到位 记者黄梓杰 张志佳 詹属云台北桃园报道 每个之后 その出席宣则会中的片银杂feito